Forward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音節在for 我們念成for ward 我們念成word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整個中音放在第一個音節 這個字我們就念成forward forward 那forward 這個字呢 它是屬於一個副詞 中文翻成向前地 讓我們看英文的解釋 also forwards 也就是說呢 這個字呢 其實加s 跟不加s 一樣的 都可以當作副詞 注意喔 只有副詞的時候 加s 跟不加s 都是當作副詞喔 tored 就是向著 朝著 什麼什麼目標 什麼人 什麼地方 前進 這個介系詞 我們就念成tored 那眼尖的同學應該有看到了 這邊tored 這個字 其實它是to 再加上word 所以word 這個字本身 它是有方向的感覺在裡頭 所以for 是向前的 各位這個for 有沒有印象呢 我們說在什麼什麼之前 英文是哪個字呢 是不是叫做before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可以當作連接詞 可以當作介系詞 意思呢 中文翻成在什麼之前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了一個for對不對 它的意思就是跟前面有關的 所以forward 這個字其實就是for 再加上word 這個字 那front 就是前面 各位記不記得有個片語叫做在什麼什麼的 前面一個片語可以等於in frontof 這個片語也是蠻常見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forward 這個字真的是往前 那我們中文就把它翻成向前地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立軍 the army kept marching forward until they reached their camp the army 就是部隊 軍隊的意思 kept marching march 這個字 如果m大寫的時候是3月march 但是當作動詞的時候 它的意思叫行軍 就部隊在移動 我們就叫做march 他們呢 不斷地向前進 marching forward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until 引導一個時間副詞 指句 until they reached reached 這邊是抵達 抵達他們的營地 他們才停止 好 那forward 這個字呢 它除了可以當作副詞 也可以當作形容詞 它的意思呢 中文就翻成向前的 我們看立軍 the snow storm forced the mountain climbers to stop their forward movement 好 它說呢 暴風雪 snow storm forced 強迫某人做某事 後面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用的是所謂的不定詞 它呢 強迫 迫使 迫使這些登山客 mountain climbers to stop their forward movement 往前的移動 那個就是 forward movement 好 那印底呢 在最後呢 要幫各位呢 補充一個蠻重要的 而且是蠻常見的片語 那個片語就是 look forward to 好 look forward to 各位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它的意思呢 我們中文翻成 所謂的期待 我很期待你的到來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ing 好 這邊要特別要注意到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 我非常期待你的到來 你的訪問 那特別注意到 your visit visit 這邊當作名詞 但是如果它 後面有動詞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到 這個to 是屬於界隙詞的to 如果後面呢 有遇到動詞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把動詞變成動名詞 變成期待的意思 好 所以這個字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forward forwards 當作副詞 向前滴 當作形容詞 向前滴 當作形容詞 向前滴 好 先滴 當作形容詞 向前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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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滴